我們學校的料理 其實在台灣來說 差不多一百年 到時間來看 其實台灣的料理跟我們 涼壓普通 跟我們學校的涼壓環境 十分有關的 所以我們說那個 我們學校的十分度 全部跟在地的涼壓 四處有關的 在地的十分出現 跟我們涼壓普通有關的 那是跟我們涼壓普通的特色 譬如說我們學校的 學校的學校 所以我們的料理 十分簡單 十分普通的特色 傳統傳承 學校的技術 在國中的炒 紋 對 和我們創意的技術 像以前用簡單的方法 跟我們拆體有的死存 做水有特色的發肥 學校的我們創意的特色 國中的創意的 我們設計重要的 我們設計材料的風味 密歇 但是我們學校的學校的 我們有特色的食材 我們也因為跟涼壓普通 我們明顯的連結 所以我們慢慢 還有可能就 潛去 學校的主要材質 全部跟涼壓普通衍生出來 衍生出來的相關的菜色發展 跟涼壓普通衍生出來的 我們有關的 尤其是替他提供了解 論壞活動的 學校的料理 緣起 跟涼壓普通衍生出來的 從臺灣 差不多一九八零年代左右 我們進入 進入所謂消費時代社會 我們慢慢都有 他們帶的特色 吃東西 慢慢把他商品化 做變動 學校的產堂 吃東西 慢慢吃東西 同時轉編出 打給他們最大的學校 吃東西 變成在產堂 這個食材 產堂吃東西 那是主要在門太偏發了 當然 天還轉編出來之後 學校的特色 跟一般的料理店 也說 在產堂 食材 同時都跟大環境 餐飲環境 都更密切結合 跟出現功的涼壓普通衍生 小姐都在用來做熱心的 都散湯 在我心裡有低法 我心裡有認識